小瓶说体坛,让运动感动我们的生活 在万尺高空一跃而下,享受灵魂的释放 在微微雪山脚踩滑雪板辗转腾挪 蝴蝶穿花一样滑行 在悬崖峭壁上徒手攀岩 挑战生理极限 这一幕幕镜头不断刺激着观众的眼球 观看时都不由地为他们捏一把汗 就好像做这些的是我们观众一样 就连看都不禁打了个寒颤 罗兰罗曼曾说过 一旦你尝试飞行 即使你行走在地上 你的眼睛都永远向往天空 因为你曾经去过 你将永远渴望回归 参加这些项目的人都是勇士 一桩飞行 从高空一跃而下 穿着特定的一桩飞行装 在空中悬停或者飞行 被称为极限运动之最 高达30%的死亡率 使得这项运动充满了迷人的危险 飞行速度之快 令人炸舌 人在前面飞 混在后面追 几乎贴地的低空飞行 让所有的观众都冒了一声冷汗 中国的天门山就是一桩飞行的据点之一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新闻去现场感受 高山滑雪最热门的极限运动之一 白茫茫的一片雪山中 滑雪运动员在山坡上急速滑行 面对的是一个个隐藏在白雪下的石头 以及看不到的雪洞 稍有不慎便会掉进去 甚至面临雪崩的危险 如同雪山中跃动的精灵 滑雪运动员的翻转 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感官 如果说滑雪还不够刺激 国外的大神们还发明了滑云 踏着滑行板在空中不断地做着高难度动作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徒手攀岩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条件下 攀上几乎与地面垂直的悬崖峭壁 最可怕的是这些峭壁上的石头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石头 会不会就是松动的 所以每一次的踩落点都尤为重要 这也就像人生中的每一次重大选择 如果没有选对 面临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失足 如果你觉得我的作品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